花蓮有黑衣男子为了催讨债务 在民宅前大吼大叫 声称屋主欠下140万 欠地下赌盘 还放话不还钱 会把你们搞得很疲劳 只是黑衣男拿不出证据 屋主太太也气得大声回响 拉钩分贝两名黑衣人情绪激动 在民宅门口怒呛还钱 他到底欠什么钱 把票拿来啊 这句拿来啊 我不是就讲了 女子一边不甘示弱回呛 一边伺机报警 警方到场远远就听见争执声音 双方火气都很大 事发在花蓮吉安 黑衣男子公称 女子丈夫借140万签地下赌盘 15哈晚间来到民宅讨钱 眼看找不到人 就放话不还 会把你们搞到很疲劳 我们每天来家里找你老公 你不会很疲劳吗 你会吧 你不会觉得很丢脸吗 你会吧 自己的老公欠那么多钱 你又不处理 好了好了好了 我叫我又不处理 我也讲了 借去本票 我在警察旁边 借去本票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 在远警面前 吵得不可开交 向本所提出的恐吓取材告诉 有关债务部分 两名男子 未提供相关证明 言语暴力催讨债务 结果钱还没拿到 就先背上恐吓取材最先 借成今夜 欢迎报道